有令到你樂觀的因素 但是在這個階段其實想不到 有什麼因素你會覺得是樂觀的 樂觀的意思就是回到過往 我們見到政治漫畫也好 或者一些評論也好 其實有些都是過去可以 現在可能出問題 或者已經沒有地方可以發表 當然在現在媒體的發展 你可以在自己的平台 但是有風險 風險也清楚 不代表你自己在自己的平台發表 就是風險就小了 我覺得其實是一樣的 實際上風險是很難掌握的 很難掌握的 甚至 智媒的保護可能更差 你是一個傳媒機構 傳媒機構 傳媒機構可能複雜些 如果是可能政府要告某些內容 考慮可能會複雜些 但是我覺得是很難掌握的 其實就是這樣 都很難掌握的 如果我都沒有掌握的 那麼我都不能掌握的 你很難掌握的 那我都沒有掌握的 當然有些地方都不可以違反法律 但是在言論多元的空間那裡是很闊的 現在其實是收窄了很多 收窄了很多可能還有些因素是你掌握不到還有多少空間 會不會有些地方你以為是沒有問題 你以為那條線在那裡 原來你其實已經過了條線 有那個風險 當政府或者社會上有一些很強的意見 會覺得是這些地方過去是太自由了 造成了很多各種各樣他們認為的一些安全問題等等的話 現在是要由頭來過 過往是走錯了的 現在要有些新的一些做法 要有很多工具 要用法律等等來去處理這些問題 如果那個方向一直都是這樣的話 其實那個影響會是相當大的 因為政府當有權的人的取向是這樣的 那個社會會會有一種的 製造了一種審查 大家會知道有些地方可能會有很多的揣測 很多去猜測 猜測的話 自然會有些事情都是報少一些 都是講笑一些 有些事情過往不是很敏感的 現在會變得很敏感的話 那些人會講笑了 你想找人去評論 找人去講 可能都會演笑了 那些人見到少了人出來講的話 自己都講笑了 就算有人想講話 可能也有些人不敢暴動 不敢給他平台 這樣的話 那個審查就會是一種惡性去蔓延的 就會影響整個整體的 我們香港的一些言論 新聞自由 那種自由度 那種多元性 就是要去到一個低的水平 去到一個低的水平 你適應了 接受了 就是這樣的了 沒有辦法的 改變不了的 這樣就會在一個低的水平 要回去一個高一點的水平 或者自由多一點 空間多一點的水平 會是相當之困難的 都不說我們已經有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規管 國安法又可 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新聞工作者 我想都不想說太悲觀 但是很難見到一些會令你感到樂觀的因素 我和尊子的看法一樣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悲觀 因為報紙那個影響力 或者受眾的人數 其實按個大趨勢去看 其實是越來越低的了 相反 互聯網的會在互聯網接觸新聞的人數和程度是越來越高 現在成為最高的一個媒介 而政府要控制紙媒 其實不困難 要她立即結業 都不是一件難事 但是如果你要一個人在網上發表一些評論或者漫畫的話 而可以令到她不再發表的話 其實難度很多 尤其是如果當時人是不在香港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可能可以 直接可以停止那個人的發表的 所以你問是否很悲觀 我又不覺得是 我覺得反而要問尊子 如果你要找出路的話 其實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同意尊子的那個看法 比較圍繞著新聞工作者報導一些政治新聞那時候的角色 現在坊間可能很多的評論都會認為 其實報導一些政治新聞的空間都會收窄了 或者是沒有以前的自由 但是我們都知道新聞工作者都會有其他角色 例如在一個社群 即是community development裡面 其實她都可能擔當著一個凝聚一個社區的重要角色 即是可能會報導一些跟民生有關的議題 即是兩位 可能任先生是從商的經驗 或者楊先生是新聞界工作的經驗 即是會覺得 其實目前香港一些新聞工作者 一些記者是報導一些民生議題的那方面的空間 或者他們的角色有否為一個很大的變化 或者那個空間其實還在到這樣 我先說吧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整體的人像 你會覺得傳媒是對報導不再那麼自由 有所顧忌 或者叫做自我審查的話 其實都會連繫到 你會想像到 那些機構在其他部分的報導呢 其實都可能會有所顧忌的 所以我剛才就提到 其實你收窄了第四權的話 那很容易就會令到一些資金 或者一些商界 外資 你會想像到 你這些新聞機構有很嚴重的治我審查 甚至乎是 受某部分的政治 即是有部分的政治意圖的 那這樣的話 那就會令人想像到 會不會 新聞機構就淪為了政府的喉舌呢 就會去到想像 即這些源自於 都是一些大家籠統的印象 那去到那個位置的話 就會想像到 會不會 連在市場上面 非政治的 純粹是經濟上面 市場上面的其他消息 都會被握殺呢 如果去到 想像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會令到 即是 做生意那個環境就會更加差的了 因為 因為資金不是很敢進入這個地方 因為他會覺得 他得到不完所有 他應該知道的消息 那 而消息被控制的話 那大家都清楚啦 譬如 論股市 論樓市 那個波動 都是來自於消息的 那控制了消息 其實就已經控制了 市場了 那 就會令到 即是 剛才提到 不單單是政治方面 那個會變差啦 甚至乎連帶到 可能是 剛才所講的經濟方面 其實都會受牽涅啦 那我的評論在這裏 民生和政治其實不應該說分得很開 當然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很多人日常的生活 當然會很緊張那些衣食住行 你居住的環境 那些傳媒當然一直有一個角色去報導 將一些社會上的大社群、小社群 或者一些區的問題 用傳媒工作者一些專業的處理報導 將那樣東西告訴給整個社會 我會覺得香港媒體雖然說 有些人會覺得很多東西太政治 太多的政治報導 實際上很多大小媒體其實都很重視 一些民生的故事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民生無小事下 那很重要就是說 這裡仍然是做到那個角色 那很多時候現在很喜歡說香港要去政治化 那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概念 因為其實政治就是每個人的一些想法 實際上一些民生的問題 其實都觸及到一些政治 如果你說一些民生的問題 那對政府的一些不滿 對一些區問題 就是街道清潔也好 或者是建一些填海之類的東西 出來報導這些 和政府的觀點不同的 又會變成一些政治 又會受到某種的一些壓力 或者採訪的時候 報導的時候 面對一些壓力要做一些審查的話 那最終其實受損的那個都是市民的 那所以 當然現在本身一些政治議題 就是本身已經是敏感 而實際上很多的一些議題都變成了 在一些 那個空間都實際上是會收集了很多 那我想那個是傳媒工作者要面對的一個狀況 但是回到去 我相信社會對媒體的期望 都會是我們熟悉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不僅僅是報導紀錄 而是說當社會發生了一些事情 可能一些民生的事情 但是涉及到其實是一些管治的問題 一些制度的問題 一些監察的問題 社會制衡的問題 仍然是需要 其實是將這些問題帶回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回到最最初所講的那裏 如果傳媒的功能都是打了折的 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了 或者是做得有限的 落到一個這樣的層面去運作的話 這個未必是社會的期望 也都是做不到傳媒應該發揮的一個功能 謝謝 好 謝謝兩位嘉賓的解答